描绘出自己的印象 作者长风 延伯苏苏 在印象派之后出现的新印象派 主要是乔治修拉 保罗西列克 和印象派画家毕沙鲁德 都强调点彩画法 也叫做分色主义 他们的点彩法都反对在画布上调色 直接用原色来作画 其技术基于科学 而不是个人的感知 从乔治修拉的点彩中 可以看到一个个细腻缤纷的小点 每一个点都充满着理性的笔触 而保罗西列克 认真研究谢弗雷尔的光学规律 自然用一种很粗的色点 似乎是无秩序地随便放置的 却非常富有光学混合的逻辑 产生出生动的感觉 后来在梵高的画中 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影响 梵高却以流动的点来代替线 以火焰一般的色彩来表现炙烈的感情 金样派的点彩如同电视机显像的原理一样 利用人类视网膜分辨力低的特性 使人感觉出一个整体印象 新印象派这种色点很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墨点法 如北宋时期董元红米福父子的米家银山 晚宁时期的攻险都是以点代现方法 尤其近代的黄冰红受印象派的影响 将中国山水化两大体系 水墨与清律融合在一起 使其借以迹象与抽象之间 墨色交融 密密麻麻 厚重而又观感 其中也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传统绘画 用点的大小 龙蛋 轻重极坏 表现异象的山水明暗和形体形态 居于畏在感知和书法用笔的长期训练 而新印象派却是直接用固有色 混合表现外观一色彩 居于科学的点彩分析 注重现实场景 他们都既重视场景 也重视内心的感受 但中国的这种智慧 却比新印象派早了八百多年 厚印象派不满足于 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客观主义表现 他们既注重外观和色彩的变化 也重视形色体积的构成关系 加强点和线 对物质的塑造 侧重于表现物质的具体性 稳定性和内在结构 大量使用固有色 纯粹而鲜明 是画面极富有平面构成的形式 不过他们也强调色彩和色彩之间的 协调关系 注重艺术主观感情和形象 有别以生活的无相 如梵高的风景作品 充满着激情和火焰般的生命意义 色彩对比单纯而强烈 流动的线和弦传的笔触 厚重而有力量 使得激情喷波而出 他以环境来抓住对象 重新改变现实 也达到实实在在的真实 梵高的作品 促成了表现主义的诞生 也直接影响了法国的野兽主义 和德国的表现主义的形成 相反 保罗高更却不注重线体的流动感 而强调富有东方艺术的庄严 平稳和安宁的装饰风格 并追求简单 执着的粗线条 在色彩上 他多使用较纯的色彩 注重色块之间的简化布局和整体效果 追求一种既鲜活又对比的关系 高跟主张艺术家不仅要表现客观自然 还要探求内在的感知 表现主题的暗示和引语作用 也就是后来的象征主义 他远离文明 鲜扰了大城市来到偏年的阿旺桥 过着简坡的土著人的生活 那里的生活和艺术 对他产生的很深远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